嗨 今天我想说的是佳能发布了一部新的相机 EOS R5 这台相机能不能重复当年5D2的影响力呢 5D2是2008年佳能发布的一台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画幅数码相机 从那时候开始许多电影人也开始使用5D2来拍摄 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推动着高清视频发展的一个重要一环之一 其实我原本想聊这个话题的原始 并非仅仅只是因为佳能发布了这一台新的相机 还有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 奥林巴斯他们退出了相机的舞台 告别了84年的一个相机制作 即使我自己本人并没有拥有过奥林巴斯的相机 但是对于一个拍摄者来说 拥有更多的一个相机厂商他们之间互相竞争 最终得意的是我们这些喜欢拍片的人 但也意味着相机厂商他们正在面临着一些困难 尤其是佳能的这一次新相机的一个发布 因为他把很多一些C系列的一个参数 下放到了这一台微单上面 在以往这一些参数 只有可能是在专业的摄像机上面是可以看到的 例如说拍RAW或者是422的死边 这些举动其实对于一个相机厂商来说 有一点点的不寻常 但我也认为这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从这一份数据表很明显的看到 蓝色部分是指全球大部分的一个相机厂商 他们的一个销售量 这里包括了佳能 索尼 尼康 松下等等等等 而红色的这条线代表的是大部分的一些智能手机 相机的销售量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变化 在2000年左右相机的销售量不断的上升 07-10年期间相机的销售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值 最高达到了1.2亿的一个相机销售量 而在09年开始智能手机的销售量不断的上升 与此同时相机的销售量在下降 大约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交叉点 直到2019年也就是这份数据表的最后 相机的销售量仅仅只有1500万 而智能手机的销售量达到了14亿 这是一个惊人的下降和上升 他们之间各自都发生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变化 不仅仅只有2084的相机正在面临着智能手机的一个冲击 而是所有的相机厂商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2084相机退出舞台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了 而其他的相机品牌正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个挣扎 当大部分消费者需要去买一个摄影设备的时候 他们所要关注的参数也就是说现今手机厂商所追求的方向 高像素提升传感器有不同的拍照模式 不同的镜头不同的焦段等等和现今相机厂商所追求的方向是很类似的 这也意味着手机厂商和相机厂商他们正在发生着一个竞争 所以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回去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智能发布了这一台新的相机它到底能不能重复当年5D2的一个影响力呢 如果大家有观察这一部新相机发布的一些参数的话 会发现更多的着重点会在于它的一个视频格式 操作性颜色宽容度等等等等很难想象一部手机可以拍RAW 就算它拍了RAW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储存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的 还有就是色彩范围 我觉得这也是手机会比较难去追求的 因为现在的手机更多的是追求 就是一拍照我们就可以直接出来一个非常有美颜的样子 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效果 而不太像是用相机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更追求的是一些还原性 这一些参数其实更偏向于一个视频创作者 我并不是说现在的相机厂商并不注重专业的摄影 而是他们的导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了 因为手机摄影的一个冲击 对于相机产生来说 他们必须做出一些决定和回应 最后我简单来做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总结吧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一个告知 对于所有人来说 有可能未来的相机也就是单法或者是微单来说 他们会更注重一个视频的拍摄 他们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还没有到达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 因为拍照其实已经到了一些感觉像是到了一个瓶颈了 有很多参数其实比较难的去提升 而再加上手机摄影的一个冲击 拍照的参数变得比较少的相机常常去追求了 OK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了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期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欢迎大家留言到下面 说说你对于未来手机摄影和相机摄影 他们会有一个各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还有就是你会愿意用什么来拍呢 手机还是相机这里包括了拍照或者是拍视频 欢迎大家留言到下面来告诉我 或者是来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OK 今天就这样吧 This is peace 是 是 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